接着带你来看到玉里镇春日里农路 接连受到地震天灾影响 狭窄的道路路基滩陷 当地农民及部落的头目也积极地向上争取 获得了水保署华联分署的支持协助 而在县议员林玉芬的陪同下 现场办理开工说明会 分成了AB两个工区栽富工程 而农民也建议农路结湾取植 以及新增夏田道工程项目 让整条农路环境设施更便捷安全 0918强镇重创春日田区 今年4月份花莲大地震 这条农路灾损扩大陆基塌陷 在地农民与部落头目争取 现在由水保署花莲分署开工改善 最大的工程是不算林基的道路之外 我们要加强它的收件 因为跨进去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里上面游戏 除了现在前面的这条路上面 有做排水的规划 有设阴景 有设排水沟 从化193县开始 一路向东道支县查路的农路 种长约700多公尺 狭载蜿蜿 切两旁 皆为私有水田 因此农水属也就特别设直壁车道 供农机具或搬运车汇车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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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地主都在这里 地主都在这里 你不要说一颗要赔多少钱 不会 你放心 但是想说配合你们 然后赶紧配合你们 接会农民与部落头目 陈勤的县议员林玉芬 从提报灾付 一路追踪到开工 这一次陪同农民参加开工说明会 协助农民协调解决 充分交换意见后 水保署厂商与农民三方达成共识 分村任农路与泰林社区排水 AB工区的灾付工程 水保署华联分署指出 施工厂商近期内就会进驻施工 希望能够尽快修复完成 还给农民一个安全便捷的农耕交通环境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